扁平化改革宣告失败,魏纪中称不怕是错,拼鞋紧急拨乱反正拼鞋拨乱反正效果显著,继出最强阵容征战傲战,魏纪中一语载引热议,2018年国际拼联巡回赛白金站澳大利亚公开赛,将于7月24日至29日在黄金海岸举行。 据国际评联官网最新消息,中国队将派出全主力超强阵容出战,三位现役大满贯球员一个都不落。 中国队对这战比赛相当重视,如此超豪华阵容比去年奥公赛的一条腿参赛,男选手应集中学习接受教育而全体休战,已是不可同日而语。 国际拼联新排名规则推出后,中国拼协最公开赛的重视程度有目共睹,经过半年的拨乱反正,又条不稳的组织参赛,四个世界排名第一男子、女子、男团、女团已经全部回归国拼。 两周前的日本公开赛国拼败走卖城,痛定思痛,中拼协或许意识到了年初出炉的书球亭在处罚,在实际运营中有副作用,不利于锻炼队伍培养新人。 于是在澳大利亚公开赛报名时,已经不再考虑是否有人会在韩国公开赛触犯该条例。 卫记中老先生说过,不怕是错,大不了错了就改,很多网友对卫老这句话发表自己的看法,你是赞成还是反对,欢迎发表你的看法。 拼协拨乱反正效果显著,祭出最强阵容征战傲赛,卫记中一语赛引热议。 2018年国际评联巡回赛白金站澳大利亚公开赛,将于7月24日至29日在黄金海岸举行。 据国际评联官网最新消息,中国队将派出全主力超强阵容出战,三位现役大满贯球员一个都不落。 南丹、马龙、张继科、樊振东、许欣、林高远、王处清、薛飞、方博、周宇、延安、周启豪南双、马龙、许欣、樊振东、林高远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